冯小刚导演的电影《找到你》 曾收获不俗的口碑 这部电影其实改编自韩国悬疑篇 《迷失 消失的女人》 讲述了女儿被绑架的母亲 与绑架孩子的保姆 在四天之中发生的故事 智善是一位单亲妈妈 她工作十分繁忙 只好请保姆照顾女儿多恩 保姆韩梅是一个中国人 结婚后来到韩国生活 将女儿照顾得非常好 因此智善十分信任她 这天她到法院 处理孩子的抚养权问题 回到家后 却没有见到韩梅和女儿的身影 打电话也一直关机 她出门寻找 撞到了一个奇怪的男人 智善没有在意 下楼问保安大叔 有没有见过保姆和女儿 大叔没有见过 但她觉得韩梅很奇怪 她见孩子可爱 想摸摸脸颊 谁知韩梅竟暴跳如雷 让她很难堪 智善继续寻找 来到邻居家询问情况 当初是邻居家的保姆 介绍韩梅来工作 说韩梅是她的侄女 智善因为韩梅是外国人 韩语说得不好 怕影响到多恩的语言学习 原本不想拼用她 但她竟然很快 就把受伤哭闹的多恩安抚好了 智善这才让她来上班 邻居表示 自己家的保姆已经辞职了 将电话号码给了智善 智善赶紧打电话询问保姆 但始终打不通 只好留言 希望她能回复 无奈之下 智善选择了报警 随后接到律师的电话 律师以为是智善故意 把多恩藏起来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 别说抚养权了 孩子成年之前 都不能接近她 智善听后 赶紧离开了警局 自己寻找多恩的下落 第二天 邻居家的保姆 终于回复电话 说寒梅根本不是她的侄女 只是收了她的钱 帮她介绍工作 随后 智善来到儿童医院 寒梅曾说 星期五带多恩来打预防针 可是护士却说 她是在星期四来的 而且买了一个月的感冒药 护士还以为 他们要去旅游呢 智善慌了 回到家后 又在门口发现了 那个奇怪的男人 智善追上去问她 是不是认识寒梅 男人称 寒梅欠了她的钱 最近联系不上 所以上门寻找 智善告诉她 寒梅带着自己的女儿失踪了 求她帮忙找到寒梅 随后 这个叫朴贤义的男人 带她来到了一个按摩店 说寒梅曾经在这里工作 但是已经很久没有出现过了 老板娘让智善留下号码 如果寒梅回来的话 再打电话联系她 离开后 智善接到了一个电话 电话里的男人 趁孩子在她手上 让智善赶紧交赎金 智善听到电话里 女儿的哭声彻底慌了 匆忙将钱打入对方账号 绑匪收到钱后 让她去如意导码头找找看吧 智善赶往码头 并拨打电话通知警方 到达码头后 智善看到水里 漂浮着一个黑色塑料袋 她颤抖地打开 索性里面只是一些玩偶 警方将她带回警局 调查发现绑匪 其实是个电信诈骗犯 警方让她提供韩梅的照片和信息 智善发现 原本和韩梅的合照不见了 此时 婆婆赶到警局 一把将智善推倒 她也以为 是智善故意让韩梅 将多恩藏起来了 就连律师也不相信她 因为韩梅的外国人登记证 是假的 智善又偏偏在与前夫 争夺抚养权的时候 说孩子不见了 谁都会觉得 这个状况很可疑 见没有人相信自己 智善只能偷偷溜出了警局 她回到小区查看千孔 发现韩梅带着孩子 在周四离开后 就没有回来过 保安大叔还找来一个学生 男孩说 自己在年初时 见到韩梅 故意将多恩推下坡 导致多恩头部受伤 而不久后 她就成了多恩的新保姆 至善细思极恐 韩梅是有预谋的接近多恩 随后 她又来到按摩店 找韩梅的信息 老板娘告诉她 韩梅与朴贤益走得很近 曾对朴贤益说 自己有个亲人病了 想要赚钱 把自己的肝移植给她 同时将韩梅留下的东西 给智善 她发现了一张孩子的照片 背面写着相馆的名字 智善驱车赶往照相馆 在这里找到了 韩梅留下的信息 与此同时 警察通过监控 发现智善与朴贤益一同出现过 他们开始调查朴贤益 顺势找到了按摩店 也查出了韩梅的信息 原来 她的本名叫金炎 四年前来到韩国 丈夫叫韩硕高 两人有个女儿 曾在中青道生活 此时 智善已经来到中青道 邻居告诉智善 她老婆也是外国人 所以跟韩梅关系要好 韩梅其实是被买来的 婆婆跟老公刚开始 不让她学习韩语 怕她跑了 直到韩梅怀上孩子 家人才同意她学习韩语 有一天 孩子发烧了 韩梅着急地找邻居帮忙 医生说 孩子有肝炎 或许会很严重 建议她到大医院详细检查 但是婆婆觉得 是个女孩 没什么好治的 抱着孩子就走了 没过几天 韩梅就带着孩子跑了 之后还给邻居发过照片 说带着孩子 住进了首尔的大医院 随后 警察赶来 要带走智善 智善赶紧拍下孩子的照片 她看着孩子的病符 想起在韩梅房间 看到过前夫的工作证 意识到 孩子所在的医院 就是前夫工作的江南恩惠医院 随后 警察来到医院 查出韩梅的女儿载人 患有先天性胆道闭锁 如果不接受肝脏移植 孩子很可能在两周岁前死亡 韩梅的肝脏不匹配 丈夫韩硕高 则没有进行过检查 紧接着 警察发现了韩硕高的尸体 她被人烧死在车里 韩梅到底去了哪里 韩硕高又是被谁杀死的 警方带着疑惑来到医院 至少突然听到熟悉的歌声 她跑过去一看 是一位大妈 大妈说 这是一个中国女人教她的 女人正是韩梅 她带着孩子住在这间病房 但是一直拖欠住院费 医院献她一周内交其费用 否则只能让再人出院 韩梅无奈之下 找到朴贤益 朴贤益带她去卖了器官 钱会在一周内给她 没想到的是 医院竟然提前将她赶出医院 韩梅苦苦哀求也无济于事 只能看着再人被推出病房 而他们的位置被人代替 此人正是至善 那天多恩突然生病 但是医院已经没有病床 至善就让前夫想办法 让多恩住进医院 于是前夫就派人把韩梅赶了出来 至善终于得知 韩梅接近他们的原因 回到家后不停喝水压惊 看到桌上 韩梅留下的手帕突然响起 有一天吃泡菜时 泡菜都冻僵了 她问韩梅 是不是泡菜冰箱坏了 韩梅当时神情呆滞 很不对劲 至善赶紧打开冰箱 在里面发现了一具孩子的尸体 不是多恩 而是载人 没有得到肝脏移植的载人 最终还是死了 韩梅悲痛至极 才策划了这一切 不久后 朴贤益被逮捕归案 她说韩梅一个月前 突然找她 完全变了一个人 她拜托朴贤益 杀了自己的丈夫 但是她没钱支付杀人费用 就答应将多恩交给她 这样她就可以向孩子父母 勒索高额赎金 但是最后 韩梅却食言了 带着多恩神秘失踪 飘仙一想起 韩梅曾求她 做一个孩子的护照 她想回故乡 跟孩子安静地过日子 警方赶紧前往码头 至善四处寻找 终于找到了抱着多恩的韩梅 两人在船头对峙 韩梅以死威胁 至善也爬上栏杆 表示只要多恩能活 自己愿意去死 她向韩梅道歉 都是因为我 才让你失去了孩子 但是你一定 也不希望多恩死吧 此时 多恩叫了韩梅一声妈妈 韩梅的心彻底化了 她将孩子递给警察 然后自己跳入大海 至善赶紧跳下去救她 但是她却推开至善的手 沉入海底 影片有意思的地方 就在于 这两位母亲的角色设定 一位是离婚后 执意要拿孩子抚养权的 单亲妈妈 一位是被拐骗到 韩国的中国女人 自己的孩子 因病去世 都是悲剧色彩的角色 两个人本是雇主 与保姆的关系 关系融洽 相互信任 但这所有的一切 只是韩梅复仇的一部分 取得信任 卖掉孩子 这本是韩梅的复仇计划 但这个本性 淳朴善良的女人 她将自身的母爱 转嫁到了 与她朝夕相处的孩子身上 而电影中 所有阴暗的 仇恨的元素 都在最后两个母亲 歇斯底里的对白中 化为乌有